周一在阳光普照的矽谷 另外一个空的 尚未上班的computer project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今天股票周一还是牛皮 不涨不跌 所以市场还是在等待一季的财报 马上会从这个礼拜就kick in了 有待观察 主播我要谈谈今天市场上一个大新闻 那就是Microsoft用16个Billion Dollar 来购买一家公司 Nuance 这家是AI声控公司 从Microsoft购买这家公司 主播我要有三个观察 因为Microsoft在过去一年到两年 持续地用大量的钱 撒钱购买合并 Make sure Microsoft持续成长 光是Microsoft这家公司 过去一年成长90个percent 所以它的收购策略 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 整个Silicon Valley的科技趋势 所以观察有三点 第一用16个Billion Dollar买 Newance这一家是一个声控 AI甚至Healthcare 连续combine的一家非常高端的智慧人工 声控控公司 所以也可以看得到 Microsoft下一步就是要进军AI 高端晶片高端产品 这也非常的make sense 这是一个科技趋势 第二个观察 Microsoft也是传闻 最近要用10个Billion Dollar 来买Discord 这家是一个Chat application的一家公司 所以一个聊天软体 也能够让Microsoft心动 也可以一窥究竟 Microsoft的下一步 不断是AI 不仅是AI 而且是聊天闲聊的软体 这也是Microsoft Nidale CEO的下一步 这也非常的make sense 因为这是一个profitable的business 第三个科技趋势 那就是Microsoft在去年 已经传闻要用30个Billion Dollar 要买中国在美国的business TikTok TikTok是一个聊天社交软体 年轻人非常的喜欢Microsoft 非常缺这一块 所以用30个Billion Dollar 来买TikTok 也是非常的make sense 所以你可以总亏 Microsoft买AI Microsoft买聊天软体 Microsoft买年轻人的社交软体 在在都证明 下一步绝对这三个field是科技的趋势 难怪Microsoft持续的大涨90% 过去一年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风雨人的必得滋润 滋润人的也自己也必得滋润 大方的帮助别人 大方的供应现在社会需要的人 处处都证明 你一定会受到上帝的祝福 特别我们优势频道 最近在推广 Homeless Care Mall 希望能够关注我们加州 很多失业 而且流浪在街头的人 愿你慷慨解囊 努力的奉献 PowerChain 陈少豪 周一在美丽的矽谷 一个空的Plaza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